你感受到高宏安事件是不是造成很大的冲击 对啊 因为在11月初这个事情就爆开来 尤其像公基金这样的事情 严格来讲我们在其他的立委办公室 是没有这样的情况的 可是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情况 我们很难想象 那你们的办公室是怎么运作 我们就是他该领多少就给他领多少 所以进你们口袋里面的钱 是不会再吐出来给办公室运作的 不会啊 所以告诉我们这一步是什么发明的 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我也是觉得非常奇怪 因为那时候大家 一公前一个办公室的人留下来的啊 是不是 没有前一个办公室 民众党才刚开始啊 哪有前一个办公室 所以你们也很纳闷 你们应该私底下要讨论这整件事吧 当然啊 就是没有到私底下讨论 但是大家都会觉得很奇怪 明明这个没有听说过 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你们问过说 民众脑到底要不要切割高红安 是不是一度有这样的讨论 柯文哲说司法太难预测了 不回答 不是 大家不会讲说 因为他的选情好嘛 那他的选情好 我又不敢跟他切割嘛 很多人就不敢跟他切割 可是又不能讲他的坏话 那再换 但是我们 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在这个选举的中间 有一次就是主席出来开了记者会 然后召集了所有人 这些立法委员啊 还有这些我们的中央委员 中评委都要去开这个记者会 其实大家去了 很多人心里面是不太想去的 那不太想去也没办法 但是不得不去 可是有些人就私下不去 为什么不想去 就这样我就没去 我就说 对不起我在服务学 我请假 所以我不去 是不是觉得去了也没用 不是 觉得我们对这个事情 心里面有怀疑有疑问 怎么去呢 这个蔡碧如到底要去哪里 传出去高雄市 私下表示说 清朝的雍正帝和年庚瑶 关系最好的时刻 就是年庚瑶任平西大将军的时候 所以有媒体就问了 是不是要去当平西平南大将军了呢 这个事情 我要讲一个料 就是说最近我们党内 因为这个党团主任陈婉慧 要就是接这个高雄安的 部分区立委 部分区立委 所以就党团主任出缺 那当时就有人 他们在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有人就建议主席说 那要不要请碧如姐回来 接这个党团主任 结果我听说了 有人转述 就是主席就说 他不是要把我酸风出现 对吧 是不是 选党主席这件事情 就是要 说这样吧 这样大家就懂了 就不敢再讲下去了 你们民众党内省是第一个被骂狗的 还是有更难听的 有啊 我不知道 只是因为这个事情 当然对我来讲 我个人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我的家族 我的家人 他们像我弟弟 像我妈妈 他们看到这样的新闻 他们看到这样的事情 都会觉得很奇怪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那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讲 他们喜欢过柯文哲吗 你的家人 以前 对他们是有好感 我母亲 以前有好感 我母亲 我的弟弟是有好感 那现在呢 那现在这样子投不下去了 晚间十点敬请锁定 正直到了